依然感觉像不像那个水泥皮还没干 而且压灯之后也没什么水头感 绕了一圈就感觉狂不拉几的 这些表现就是这块料子最好的表现 金丝洋绿 这样的绿色已经成丝带状 也暗示越往下越切 这样的丝带进得越多 画得越好 切到第二片我们会开心 因为它的色带越来越多了 一个手电筒往上面一压 这样一个圈就刚好一个手多位 我们把它切下来之后 它这样的色带越飘越多 而且飘得很自然很灵动 色辣也精 所以说相当的开心 这四片是这份料子 靠近中间的位置 越切色越多 然后往后面切色越辣 很养眼是不是 你看这样的料子多舒服 旁边这条直直的线就是马牙线 就好像它的筋一样的 它并不是裂来的 你看这些位置太养眼了 它这一抹色刚好就挂在手镯的镯头上面 抛完光之后就刚好在手镯的上面 是不是很绿又吸眼睛 而且其他的手镯都会有这样的金饰绿 像水草花一样的飘得星星点点